少年法庭陸續出現 三十幾名國中生 每一位都是被告 罪名是妨害名譽 你們現在有心情怎麼樣 就還好平常 平常性 等一下在法庭上 就會正式的再跟他道歉一次 希望他可以給你結婚 對 沒錯 主角是他 小婷 對同班同學萱萱惡作劇 萱萱在部落格寫文章抗議之後 以起小婷更大不滿 他發動同學及好友 一起在留言板上 不堪入目的字眼 對萱萱作人身攻擊 有一個同學罵的問題 就是XX 其他人就罵一些什麼 看到你我眼下就是這種 也是滿傷的問題 翻開偵查卷中透厚大碟 記錄的全都是辱罵萱萱的字眼 其中不乏揚言殺害的文字 萱萱飽受精神折磨 求助無門 直到他的父親發現 事態嚴重 被害人的父母到場的時候是 情緒上是滿居重的 他說他裡面已經 已經三個月都在掉頭髮 因為說他那種驚嚇 恐嚇他 說要把他在巷子裡面 把他圍堵要打他 要把他抓起來 裝到這個汽油桶裡面 再灌水泥 再把他踢到淡水河 再放汽油把它燒掉 盛怒的父親到地檢主暗名 一口氣把35名國中生 告進法院 妨害名譽是刑事罪 懵懂無知的少年 恐怕不知道 觸犯的可是妨害名譽的 加重誹謗罪 罪名一旦成立 污點跟著被子 雖然他是網路 他只是一個媒介的不同 所以可能是公然污辱 或者是匪謗罪 然後又因為他是用文字 做的話 在刑法上 以文字或者是圖畫 來犯匪謗罪的話 又是加重匪謗罪 他的刑度又會更重一點 又要去事情大 又要去到少年法 又接到這種法院傳票 開庭前夕 被告的家長召開協調會 一旁的孩子天真無知 集的是這些爸爸媽媽 只要他願意接受 看他用什麼方式告訴我們 我們願意去跟他做一聲 對不起 道歉 希望他能夠撤銷告訴 不要給孩子心裡留下陰影 原告家長一直不願撤銷告訴 借起網路集體霸凌事件 凸顯學生法律知識不足 以為任意在留言板上 發洩情緒沒有刑責 事實上網路等同於公開場所 文字或圖像的傷害 甚至比言論更具殺傷力 我們的青少年司法教育 不要再加強